听说过 一千块两块五千里 有的说 没的多真值不容易 大家好我是小熊 如果说中国人有一段 刻进DNA里的旋律 出了国歌 那肯定就是这首我的祖国了 无论身在何处 每每身边想起 那都是满满的自豪感啊 就在一场英国的BBC音乐会上 现场乐团就演奏起了 咱们的第二国歌 我的祖国 估计连指挥官都没想到 这前奏一响 台下的华人听中 经全程大合唱 让专业乐团 一下子沦为伴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北京机场的一场新年快赏活动中 中国爱乐团就演奏起了 我和我的祖国 仅仅是乐器的演奏 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 更别提 加上全体哗然的大合唱了 这浓厚的爱国氛围 可是吸引出不少路过的老外 就连在屏幕外的我 都不自觉地跟着唱起来 sang起来的最后 监川川军 现在的生命ship中 往在蛋猩中 祁量兹自跑 鱼子沦为伴奔起了 volt国人的国人的旅客 都不自觉地跟着唱起了 这个世界ikting东西 和 derive了 árium Casa国人的旅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索纳虽然是从外国演进来的 但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已经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 所以当索纳大师郭雅致在美国的街头吹响白鸟巢时 台前的老外是掌声如潮啊 这场面根本就控制不住 别说他们连我都傻眼了 好了